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烧水用的锅子 烧热水的 还可以一边烤火 一边烤火 上面一边烧热水 非常的节能 到夏天的时候呢 炒菜就非常的热 我们就在上面夹了一个这样的小炉子 那材就从这里放进去 然后炒菜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热了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那个烟囱 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往上看 我们的烟囱就在我们的火堂的正上方 这个火堂它的下面呢 它的做法也非常的奇特 待会我带大家到楼下去看一下 它具体下面是什么一个构灶 当然我们家还有灶台 有的朋友问我们家有没有灶台呢 都只有火堂吗 这边就是我们的灶台 还有我们的夜化气灶啊 电池炉呀 我们都有的 只是为什么拿这个火堂炒菜呢 因为这个火堂烧的柴火 炒的菜呀 煮饭都比较香 所以我们还是习惯用这个火堂炒菜 现在带大家到楼下看一下 这个火堂的底部结构 跟我走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火堂的底部结构 是一个道锥形 里面都是泥土 就是我们打了这样一个架子以后 然后就会挑很多泥土 把里面塞紧了 然后上面生火 就不会影响到这个木板 你们那边有没有这样的火堂呢 因为我们这边老房子的话 一般都有火堂 现在新房子一般都改进了 毕竟烧这个火堂的话 家里面都会烧的黑黑的 所以都改进了 一般家里面都用灶台呀 或者夜化气灶 像这样的火堂 火堂真的比较少了 你们那边有没有这样的火堂呢 或者是如果你们那边的火堂 跟我们不一样的 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一起分享哦 也有的朋友非常困惑 为什么我拍视频的时候 有的时候在新房里面 有的时候在老房里面呢 因为以前我们大家都是住在这个老房子里面 然后后面分家了 我爸爸他们几弟兄 老到外面都各自起了自己的新房 然后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旧房里面 所以我有时候会过来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有时候跟爸爸妈妈在新房住 所以视频会有不同的场景 就是这样的 好了我要煮饭去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继续关注我 下期见